在空军F-5战机结束天安特检停飞后 今天上午正式复飞 而且首飞的飞官就是由空军司令雄后姬亲自带飞 来看看台东制航基地的现场 可以看到F-5从起飞到降落 所有状况一切正常 确定未来可以继续肩负台海领空安全 以及飞官训练任务 而这一次的飞行其实是在之前 国防委员会立委吕玉玲针对战机实事检讨 提出由将军亲自首飞 激励空军士气 再加上过去罕见中将以上军官亲自飞行 这回由空军司令雄后姬亲自出马 不仅能激励军心 也要国人相信国军捍卫台海的决心 正在这边 谢谢大家